明天冬至,台南人过节,有吃汤配原,特配冬至包的习俗 那么是会把包子捏成了金元宝的形状,象征吉祥如意 而每年这个时候,不少传统包店会开始做好准备 有业者只卖三天,而今年卖出的冬至包要比去年成长了大约三成 上个月开放预定不到一个星期,全数被秒杀 打开蒸笼热腾腾金元宝形状的冬至包出炉 象征吉祥如意,招财劲宝 拨开冬至包,里头馅料,有蛋有肉 冷冷的天,吃上热热的包子,最对味 原来台南人过冬至,有吃汤圆配冬至包的习俗 冬至包用来祈求一年平安 每年冬至前,不少传统包店就会开始准备 而安平区这家,光是一天订单就已经破千 每年都是大概只卖三天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在预定了 我们订单已经都破千,逐渐增加当中 另外北区这家饼铺同样超受欢迎 业者将一盘一盘蒸好的冬至包拿出来 手没停过,因为现场人潮爆棚 台南人冬至拜拜一定要拜冬至包 看到他的冬至包很有名,就开始下电 51,很怕没不到啊 就我很早就进了 有素食也有荤食口味的冬至包 上个月开放预定,不到一个礼拜全被订满 业者也说今年成长约两到三成 量有比去年多一点点,大概是三千多个 家地破价是不少台南人最爱的口味 有人特地买来招财或是祈求平安 冬至包成为府城不可或缺的应急美食 借黄夫奇台南报道